大家好,兰花开花后,如何加强管理呢? 让花朵更继续,叶片更加的努力呢? 今天就给大家简单说几点 首先第一步就是进入冬天,一定要给它适当的光照 可以给它做一个全衣照也是可以的 因为冬天的光照跟夏天的光照相对来说是相差很远的 所以进入冬天,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比如给它处于一个切光的状态去养护就可以了 这样避免它出现一个叶片伪念,花朵也出现伪念的情况 然后室内养护的话,温度一定要掌控好 最要温度是在10-15度之间的室温是为宜的 不要一下子挂高,一下子挂低的在这个状态下温度下去养护 这样它也会出现一个伪念的情况的 所以温度一定要掌控好 第三点,如果发现一个比较干燥的话 可以向页面喷洒水物也是可以的 早上8点钟之后喷洒一次 还有傍晚5点钟之后喷洒一次是为宜的 让它吸收水分,让它不会缺乏水分 而影响它增长的生长就可以了 所以兰花也是不可以切水的 另外在它生长期也可以给它补补肥 补肥的话最要是以水溶肥为主 农肥建议不要使用了 因为在它开花期间使用农肥会影响它的根系增长的生长 我这一棵我就是使用了这种兰科专用营养液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营养液 这根本针对兰科而设计的一种营养水 咱们可以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对水浇灌也是可以的 我一般我都是这里有一个小凉杯的 大概就是半杯左右 对上大概八百到一千毫升的清水 给它一个月交换一次就可以了 像这种水杯的话 按照这个比例配比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月给它交换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让它有足够的养分 供给到这些叶片花朵上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会缺乏养分而影响它增长的生长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小方法能够帮助到喜欢养养花的花样们 好了下期再见